他在墙壁上用油漆做下记号 接着又在地图上画一个叉 因为在70度的恶劣环境下 外出搜寻食物的时间很短 他只能靠标记 来判断里面是否有物资 即使是穿上厚厚的防护服 里头的温度仍然有38度 但为了生存 他没有其他选择 这天 他带着机器狗来到一家废弃超市 看着满地的干尸 芬奇早已见惯不惯 可在一番搜寻下 他也只找到了一罐狗粮 然而就在此时 超市里面突然传来一响 芬奇赶忙躲在柜子后面 即使是有幸存者 他也不愿意冒险去查看 在做好记号后 他就开着笨重的大卡车准备回去 可没过多久 手上的仪器就传来警报 芬奇往前一看 发现巨大的沙尘暴正在袭来 他来不及思考 赶紧掉头就跑 随着沙尘暴越来越近 他终于赶在最后一刻回到了家里 在卸下装备后 芬奇来到一处房间前 而里面的狗狗 是他在这世界上唯一的陪伴 可由于长时间的辐射 芬奇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他知道自己命不咎饮 为了防止道士狗狗没人照顾 于是他靠着自己的专业知识 造了一台智能机器人 而每天带回来的书本资料 都会扫描到机器人的程序中 其中最多的是关于养狗类型的 接着 芬奇就给他一次输入指令 而另外家的那条则是为狗狗设计的 可芬奇还没来得及高兴 房间就突然停电 他赶忙打着手电前往楼顶查看 在一番专业操作下 宫殿终于恢复正常 然而芬奇却在楼顶看见了震惊的影哟 异团带着闪电的乌云正在光环飘了 他赶忙回到房间 然后通过机器人进行测算 乌云会持续多久 可得到的结果让他很失望 大概40天 芬奇意识到凭现有的食物 根本撑不了这么久 于是他拿出一只舍不得吃的罐头 大口吃了准 然后就是规划路线 找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进发 接着就要训练机器人走路 好在他学得很快 没一会就可以独立小跑 芬奇把能用得上的物资 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带着机器人和狗准备出发 就这样 一家三口开始了生存之路 芬奇经过分析 决定前往旧金山 在路过一处废旧城市时 他决定带着机器人前往搜寻食物 然而偌大的一个电影院 却只找到一小袋玉米 芬奇在路边捡起一个垃圾盖 然后把玉米倒在上面 只见一粒粒暴米花四处飞解 见到如此有趣的一幕 机器人兴奋地跺起了脚 可就在此时 芬奇突然脸色凝重地看向远处 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沙尘暴 正在朝这个城市袭来